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 跟这座债成为计较知识 首尾相仇互相帮助 于谨仪文泽就告诉曹操 吕布打的胜仗他不防备 咱们得这座西债 刚才我说了曹操扎营30里 离这铺杨30里地 打了败仗以后要往下撤回20里地 50里地 行军打仗有规矩 行军打仗一天走多远 60里地 30里地就该打仙了 得吃饭了 得休息了 然后下午行程30里地 一天走60里地 要预见战士能够拿起刀枪打仗 如果急行军那就另说了 曹操离这铺杨城50里地 于谨仪文泽义出这主意 曹操说好 曹操这人好就好 在身先士卒了 只要打仗 曹操是一马当先 曹操传下命令 带着大将典威 大将于晋 大将越晋 还有大将曹洪 几元战将点起了两万马不均 夜里出发 沙本浦阳承西这座营寨 咱们叔不说废话 什么时候到的 第二天夜里 刚刚擦盒 曹操勒马停蹄 望西寨这么一看 西寨没动静 为什么大家吃完晚斩饭 聊伙天就该睡觉了 曹操稍待片刻 让探马前去打探 听见战士的憨声了 就是睡着了 呼声已然起来了 大家伙打开窗户 呼噜了 曹操传下命令 我兵杀 人马往前一杀 不想跑步雷鼓 因为偷袭这座营寨 所以眼齐息鼓 不许点刀了灯球火把 打着人马 抓着一下 就把这西寨夺了 西寨的兵将没防备 万也没想到曹操兵将 前来袭击这座营寨 曹操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这座营寨给拿下来 曹操很高兴 马上升作中军大仗 点苗过某发放军情 刚刚把事情安排好了 外边就想跑了 曹操 曹操 曹操小校单腿打签 往地上一跪 骑兵主攻 现在吕布的大将高顺杀来 赛他 高顺怎么来了 成功一次见吕布 两次见吕布 问候 您打了胜仗可不能骄傲 曹操的兵将如果业力 袭击这座膝带 这座膝带又丢了 与浦阳不利 你怎么老说这件事 您要不听我的丢了债怎么办 好吧 这回听你的 高顺天亮 在 你带着魏絮侯城 三元大将 点起五千人马 支援膝带 幸亏吕布吕凤仙 听了成功的了 高顺带着魏絮侯城 三元将五千骑兵 唰的一下就奔了西寨了 等到了西寨了 曹操刚刚把债拿过来 刚刚传下命令 高顺的兵将都到了 我说了 高顺带着魏絮侯城 五千精兵 骑兵 您听三国演义 李布从哪来的 跟着丁元丁四世 后来归降了董卓 他用的是董卓手下的兵将 董卓手下的西梁人马 竟是骑兵 都骑西梁的快马 西梁马好啊 所以李布手下的骑兵 那是曹操打不过的 非常惊悍 这五千骑兵 跟着三元大将杀到西寨 才知道西寨已然 到了曹操之手了 高顺望下一传命令 想跑 出兵 炮声一响 五千人马望里一冲杀 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 双方就打了交手仗 高顺是谁 李布 李凤仙手下 八元猛将 张辽 张霸 郝蒙 曹姓 宋贤 魏绪 成连 侯城 高顺呢是吕布的朋友 您要望后听 吕布 吕凤仙被曹操 勒死在白门楼 高顺也是那时候死的 成功也是那时候死的 唯独大将张辽 张文远 曹操要杀张辽 揪住曹操手腕的 是刘备刘璇的 跪在地下的 是关云长 这哥俩说了 张文远意识不可商知 张辽是个意识 您不能杀的 最后张辽 张文远 归降了曹操 曹操独党一面 大将张辽 威震合陪 将来独党孙权 那么现在呢 只能在 李布 李凤仙 赤板这些威着 大将高顺是 李布的朋友 带着两元大将 五千兵 富夺西斋 两方黑夜之间 就打起交手杖来了 曹操兵将 人人奋勇各个当 现在五千清洁兵 见人就杀 见人就看 双锋打起来 这叫热闹 打到天光快亮了 就听 营外的炮声一响 打 蓝齐小校跑到 曹操面前 单腿打签 问第一轨 报 其兵总共 吕布上来 曹操可愣了 怕吕布不怕 怕 怕就是说 吕布胯下 赤头马掌中 话赶方天局 吕布怎么来了 下不住 陈宫那老摩呀 您去吧 您要不去 解决不了 吕布 李凤仙 带着其余的 这几元战将 一万大兵 优打 铺杨杀出来 就奔这座西斋了 如果吕布不来 那么是高顺胜 还是曹操胜 就不得而知了 三军人马 就打起来混战了 曹操怎么一看 打不了啊 一个高顺 这五千人马 就够棒的 再加上 吕布带着手下人马 一万精兵 掌中这条 画杆方天局 来回出壮 如入无人之境 杀得曹操之咧嘴 曹操杀得 节节百战 吕布 李凤仙 在灯球火把 直下就看见曹操了 吹马就奔曹操来了 曹操你哪里走 赤头跑啊 啊啊啊啊啊 掌头话敢 方天局奔曹操来了 曹操赶赶紧往前就跑 旁边大将点位 杀着杀着 前边炮声一响 这边张辽张文远 这边大将脏霸 两个人带着精兵过来了 曹操手下大将曹洪 大将吕钱赶紧杀上前来 往前再杀着 好忙曹姓 成脸 也杀来了 曹操手下大将 往前冲杀 给挡住了 就剩下大将点位 保着曹操走 吕布吕凤仙 带着兵将在后边追 那呀别扔跑了 我拿曹操 人马来回这么一冲 把吕布给冲开了 但是吕布守着的 不用这样追赶曹操 追得非常近 曹操王四万一开 没人了 谁来救我 点位高声寒嚷 主公羡慕的惊慌 点位在此 哎呀快来救我 这时候就瞧点位 把手中这一队双脊 八十斤重 往这身背后的 插这么一插 蹭 尤打马上就跳下来了 曹操就愣了 骑着马跑敌人还追呢 你怎么跳下来了 不行 就瞧着大将点位 把双脊一插 尤打皮囊的 插插插 蹲出十几只小姐来 两只几加在类下 两只几加在类下 这两只几 这两只几 一共就八只几 这手两只几 这手攥着两只几 曹操手下兵将就愣了 点将军 曹公你赶紧往前跑 曹操摧马往前跑 点位在部下跟着曹操 回头瞧着着急 点位就跟手下兵将说 你们听着 敌兵追上来 差十步数呼我 那就跟我差十步数告诉我 兵将就瞧着 快呀 跑啊 点将军啊 您瞧啊 十二步了 十一步了 十步了 点将军 十步了 点位回头一看 五步是在呼我 啊 五步 这五步大枪 要往前那么一扎 这位要带学过三级跳远 就过去了 谁不害怕呀 曹操耳朵听着 就听见后边 喊啥连天 曹操回头瞧着 这匹马 死人而然的 跑得就不快了 手下兵将跟着跑 跟着喊 跟着瞧 电将军啊 差五步了 敌兵一人追上来 好 九条点位 啪一抖身 啪啪啪啪 抖出两只小姐去 一挤一个 一挤一个 跟着左手的两只小姐 啪啪接过来 抖出来 然后 嘎指窝 胳膊上 这八只挤 啪啪抖出来 一挤一个 一挤一个 就在敌兵前边 死尸一大便 是挤一步虚发 吕布的兵将 可害了怕了 那呀 哪曹操啊 哪点位啊 爷们 你怎么不上去 我挤呀 挤呀 给我挤了 可怎么办 谁也不敢往前追了 借这机会 曹操跟着跑了 就这样 点位保着 曹操往前走 走了没有多远 就听见 身背后吕布 高声含响 曹操你 哪里走 啊啊啊啊 掌中话赶方天 你追上来了 曹操可就愣了 曹操刚要让点位 前去迎敌 大将下猴敦 吹马凝枪就来了 吕布 消场当枪 看枪 拿着枪 就跟吕布打起来了 借这机会 曹操让点位保着 得以逃生 你也别说吕布 吹 如果吕布要真打 要真听成功的 曹操还真可能打败仗 曹操打了败仗 收兵回归大营 这时候天降大雨 夏虎敦跟吕布 没法打了 夏虎敦捡了个便宜 带着残兵败将 收兵回归营战 吕布 吕布 膝盖保住了 交给大将高顺 然后带着兵将 回归埔养 当天晚上 吕布吃点东西 睡觉休息 第二天 升作大堂 成功来了 问候 您想不想灭草草 莫德燕州 必须灭草 我给您出一主意 即将安出 咱们这座城是什么城 浦阳啊 浦阳中有个守护财主 您知道不知道 田半城啊 您看 吕布还真知道 这浦阳城中 住着一个有钱的人 姓田 人称田半城 就是浦阳城里 一半的房产 都是他们家的 而且开了不少的买卖 这位田原外非常有钱 你不知道 田半城又如何呀 这么着吧 我给您出主意 您把田原外叫来 让田半城呢 给曹曹写冯书信 说温侯您呢 不失人证 对待老百姓 太刻薄了 老百姓不喜欢您 您呢 就撤兵走了 您本离仰了 那么城中就空虚 这田氏呢 愿意给曹曹做内应 让曹曹呢 带着兵来浦阳 他把浦阳献给曹曹 然后咱们在城中布置好了 在街面上 四个城门都埋伏好了 只要曹曹一进城 四面火起 火烧浦阳 就把曹曹 烧死在浦阳城中 好啊 召集而行 来 这件事由你去办 这陈公呢 就命人到田园外家中 把这位田半成请来了 带着这位田半成 把事情经过都跟他谈了 然后领着他来见吕布 吕凤仙 拜见温侯 拜见温侯 吕布没见过这位田半成 今天一看 今天一看这位田园外长得很敦实 温侯 田园外 公台跟你讲清楚了吗 依然说明白了 你愿意不愿意 助我吕布一臂之力 我愿意助温侯一臂之力 好吧 写书信 一杯一张桌子 拿过纸笔摸宴了 田园外当着吕布吕凤仙 就把这封书信写了 说吕布已然奔离仰了 濮阳城没人 城中铺须 只有大将高顺 您来 我把濮阳城献给您 然后派人前去下书 吕布李凤仙认为这计策不错 这件事失策就失策在陈公身上了 你像陈公你把田园外叫来了 让田园外写书信 让田园外派人前去下书 你不会能一假的吗 你不能用一田园外秀吗 那时候也搭着 可能人的思维还没到呢 真的让田园外怎么办了 这位田园外写好了书信 派人送到曹州大营 曹州结果这封书信 这么一看 曹州高兴了 好啊 吕布李凤仙认离阳了 濮阳空虚让我进兵 濮阳 濮阳城中田园外 给我做内应 濮阳就到我手了 我收回濮阳就等于收回 眼周一半 好 曹州马上往下传命令 这段书叫火烧浮阳 说曹州为什么相信 一般这个计策是很低劣的计策 为什么曹州能够轻易上当 能够要得着浮阳 就说明曹州这人是急于求成 他想着快点 尤打吕布手中把自己师父的地盘拿回来 所以他轻而易举的就信了田园外这封书信 曹州把这封书信看完了 然后重上来人 把田园外手下人打扶走了 曹州升作中军大仗 重斩将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 棋牌官 士组而当齐聚中军大仗 曹州用手易服装案成为将军 培阳城中吕布依然离开 吕布抱离阳而去 那么培阳城中空虚 田园外写的书信 要把培阳献于我曹宝 现在我曹宝派兵遣将 火送夺回培阳 大家伙一听 田园外要献给培阳 那就听曹州传命令吧 曹州传下命令 夏侯敦 曹洪听令 在在 你们两个人各自领一支人马 我亲领中军 兵发培阳 咱们书不说废话 曹州带领三支人马 进名培阳 什么时候 到了培阳正好是下午 这封书信呢 曹州记得很清楚 书信中写得很明白 说您到了培阳 在培阳西北角上 挂着一面白旗 这白旗上有一个字 义字 那就是我田园外的内容 曹州 指挥阳指挥中军 旁边是大将点威 大将下侯渊 离点李曼城 月金月文谦 几员大将保着草草 眼看到了吊桥了 月金月文谦 勒住坐地 助攻且慢 为何不进城 你要防备其中有诈 要以你之间 我们先杀伤前去 就在这时候 大炮上一响 人马就撞出来了 前边是大将侯城 后边是大将高顺 两支人马杀出来了 曹州指挥人马 往前冲杀 这两支人马 一左一右 往前边一包围 大将点威 催马掌中双几 直接就奔着侯城来了 双几望强一轮 侯城立刻喝枪招架 俩人二马盘缓 冲杀在一处 侯城能打得过点威呀 打了几个回合 拨针马头望回就跑 大将高顺催马凝枪 迎上来了 打了三几个回合 也打不过大将点威 两个人带着兵枪就撞回去了 曹州指挥人马 往里冲 吊吊 吊桥扯起来 城门就关了 就在这时候 尤打城里头的兵 在城外头就留下几个 这几个人来到曹州面前 我们是田园外派来 给您送信的 哎呀 曹州明白了 田园外讲些什么 今天夜里三经天 您在指挥人马上上传来 城头上扁了一响 一紫棋一挂 白灯一挂 田园外就命人开城 您进城 城中没有埋伏 好 借这机会 田园外手下的人来了 给曹州送信 咱们说简洁为妙 曹州到了夜里 仍然派着三支人马 大将夏侯敦 大将曹洪一左一右 每人带着五千精兵 当中间曹州带着大将点威 带着大将夏侯渊 离点跃进 几元战将五千兵 就冲到了浦阳城下 抬头再一看 在西北角上一盏白灯 灯下一杆旗 旗子上写的一个字 一 曹州勒马停蹄在这 听着一会儿的功夫 城头之上扁了就响了 哦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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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上的一响 跟着城风开了 吊球就放下了 曹州指挥人马来 撑 离点里面吵 大将点威 望前一揽 主公您稍万 我不一马当先 何人能够吹马上前 曹州一马当先 带着兵将望前这么一冲 指挥中路人马 就冲进了浦阳了 等到了浦阳城中 曹州吹马 往前就上 一直到了 一直到了周牙 曹州才明白过来 整个浦阳城空落落 并无人声 赫暗暗 灯火不明 一个兵将都没看见 曹州可就愣了 曹州直到上当 刚一勒马 就听见浦阳城中 叨叨叨叨叨 四面八方 炮声就起来 四面八方 火光冲天 灯秋火把 亮子幽松 照应如同伯昼 四个城门着火 就起来了 曹州才知道上当 曹州想跑 嘴里喊了一声 我兵超 什么嗓子 肉嗓子 曹州这一声喊 前边的兵将听见了 后边的兵将还没听见 人马往里 用前边的往后跑 人装人马 装马 自先坚强 曹州不认马 头刚一跑 东边炮出一响 撞出二百兵不多 为首一员大将 金盔金甲绿战袍 跨下黄标马 掌中一口 勾搂鼓跃向 正是吕布首屈的 一指的战将 张辽张文元 刚才我说了 吕布手下八员猛将 最棒的就是 张辽张文元 曹州你哪里走 催马举刀奔着曹州 刹路头盖进都一刀 曹州赶紧拨马 往旁边一闪 这边一声炮响 西边 二百兵不多 为首一员战将 金盔金甲 大红战袍 跨下马 掌中一条金睛 正是大将脏霸 曹州赶紧拨着马头 手下战将前去营地 曹州去马 奔北门就跑 没跑出多捞远去 左边送线 右边未去 两员战将指挥人马 刷上前的四面八方 嘎啦啦活起来 照如博咒 地下调 我真都能看见 这把大火 把浦阳城就烧起来了 您想想 田半城 这座城一半都是田园外的 田园外 愿意烧自个儿的东西吗 没办法 在重压之下 屡不让这么办 就得这么办 要怎么说成功错误 成功要找一个 假田园外 曹州能知道吗 田园外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现在田园外自个儿 烧自个儿的田团 您说他能高兴吗 但是没办法 浦阳城中火光四季 火烧浦阳 这把大火 可就烧了不少的门房 烧了不少的门脸 烧了不少的卖卖 曹州兵将来回冲撞 杀到哪 哪有吕布的兵将 杀到哪 哪有吕布的兵将 整个浦阳城 刀山火海一样 杀得天崩地裂 曹州快就急了 找点位找不着 找李典找不着 找岳建也找不着 大将点位来回冲撞 找曹州 杀到南门这儿 看见李典了 主公好在 没看见的 你赶紧出去调兵人马 我回去再找主公 拨着码头 掌中双击又回来了 在城中找了半天 没看见曹州 催马又出来了 出北门 看见岳近了 文贱 主公的 不知道 你我回去再找 两员大将杀回去 重新找曹州 曹州哪儿去了 曹州优打城南 奔城北 优打城北 往城东 杀着杀着 抬头一看 曹州可愣了 对面吕布吕凤仙 夸侠赤兔马 掌中化干方天节 曹州心想玩的 马一拨头 曹州就跑了 也就是曹州 要搁我就傻了 曹州拨人马 头一跑 吕布私有所物 吕布催马就追 追上曹州了 曹州在前边 吕布在后边 吕布吕凤仙 化干方天节 压在曹州头盔之上 我来问你 曹州何在 曹州吓得是 亡魂结冒 不知曹州 性命如何 下回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费物资兰